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现在开始进行110年10月11日晚间8点40分 远归台风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为我们说明的是谢佩云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远归台风持续向西移动 在今天晚上8点 它的位置来到台湾的南南东方 大约34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几个小时 台风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暴风半径也扩大到250公里 由于它持续向西 气象局也针对巴士海峡 以及东沙岛海面 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是台风通过台湾正南方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是相对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段 因此提醒大家 在今晚到明天上午 风雨影响也是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图上来看 预计今天晚上最主要降雨的区域 仍然是以整个东半部地区为主 那也包含了一些比较临近东半部的山区 而其次则是在新竹以北 以及高平地区跟马祖地区 这些地方晚上都有下雨的几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雨势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将会是最明显的时候 到了明天白天 降雨的趋势虽然会比晚上略微缓和一点点 但是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是有明显的降雨现象发生 因此整体来说 今明两天累积起来的雨量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从总雨量预估上来看 预计今天明天两天累积的总雨量 在宜花东的山区可以来到500到800毫米左右 而在宜花东的平地也有300到500毫米 而在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 则是在150到300毫米之间 此外在西半部地区虽然整体的降雨是比较不明显的 但是在西半部中央山脉 比较临近宜花东山区的部分 也会出现小范围200到500毫米的降雨 我们要提醒大家 台风目前还在持续的接近中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 将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在宜兰花莲地区可能出现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而在北部的山区以及台东地区也有局部的大豪雨出现 要请东半部地区的朋友严防豪大雨的现象 以及在山区活动可能要特别留意 摊坊落实以及吸水暴涨 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如果非必要的话 请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 而如果有交通行车的用路需求 也建议要先查询用路相关资讯 并且多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说明 这节的直播记者会到此结束 预计下一次的记者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40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